像你的TA是可能二、三十歲 然後對於正式工作有興趣 但是也不是說你是看完他就要洗腦他 要他來做正式工作 他說不定看完就不想做了這樣子 這也是可以的直接過嘛 對不對 OK 好 那我們終於開始 麻煩 Jer柔 你要關門嗎 OK 我去跟他講 對啊 OK 那你要不要按照從Rowings 剛剛有 剛剛有讀大好 那Cherry說大好 謝謝鄭美娜 我們就開始這樣子 就是第一個問題就是 問的是你那個 你如何定義參政這件事情 就是參政我們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今年 就是說一般社會對於參政的想像 就是可能是選舉嘛 或者是一些很有限度 很有限制 沒有下一個想像這樣子 所以我應該認為 你怎麼決定參政這件事情 當然你剛剛講的是代義正直 代義正直當然它是以選舉 尤其是選人所組成的 那要嘛你要成為被選舉的那個人 要嘛就是你要幫助他選上 要嘛就是他選上之後 你要幫助他做他的工作 大概就這三種角色嘛 對不對 那我在做的事情 跟代義正直的關係比較薄弱啦 那我在做的 當然學歷上面是叫做參與式的政治嘛 本來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也許也選一些東西 可是不是選人 我們是選議題 我們也許是做一些討論 但是不一定是針對人討論 我們可能針對預算做討論 那我們每次討論的利益關係人 其實網易來講也都是參政 你在連署平台上面就五千個人的連署 現在很多人發動 這種二十三萬人的公投 這些網易來講也都是參政 那它不管是哪一種參與形式 最重要的還是把你想要社會 往哪一個方向進行改變 要有一個如何促成改變的一套理論 那這套理論當然是按照實際的狀況 不斷的動態修正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讓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說 你想要社會往哪個地方改變 這個改變的方向 能不能夠多結合一些其他朋友的力量 那在以前單一政治 確實是可以幾乎說是唯一的一個方式 但現在的方法相當地多元 所以就你覺得從各種方式 然後公益的去關心公共事務 或參與公共事務之中 已經可以算是你所定義的參政的一環 就是說如果你的改變的理論 能夠號召或者動員足夠多的人 聽到之後他的行為產生了改變 那你就發揮了實質的影響 那這個實質的影響 如果能夠改變社會 互相組成的一個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即使你只是PTT的某個版主 但是你的這個權利 可能不小於某一個因緣 那你覺得那個改變的標的 它必須是政府的 譬如說體制或者什麼東西嗎 還是說對你來說 對你參政來說 改變標的 它必須是在什麼層次以上的 才算是參政 我覺得當然 廣義來講 當然像你們協會 裡面也是想必一定有 這個共同做決定的一個過程 那但是這個過程的一個特色是說 如果他只是社員 或者是公司裡的人 或合作是裡面的人 他當然找到共同價值 然後找到大家可以 共同接受的一個解決方案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我們不會說它是參政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整個政治體的那個規模 比一個協會 或者一個公司 或者一個合作者要大 但是當你發起的 這樣子一種想法 或這樣子一種運動 好比像說最近的MeToo 這個運動 它真的改變了 不是只是本來的那一群人 而是任何跟這個有相關的人 都改變了他們的 相處的模式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雖然看起來好像 並沒有人選這個hashtag 或者也沒有人選這個彩虹顏色 對不對 可是大公司 這個大的社團 大的跨國組織 都因為這樣改變 它跟社會互相關係的方法 那這個時候你的影響 就是到整個政治體裡面的不特定人 那這個時候 我覺得它當然是政治工作 雖然也許並不是透過代理的方法 那我問一個比較細節 就是說 鄭文傑那條線在哪裡 就是說當成我們一個 雖然是小型的社會運動 或者個人的運動 然後到就是 真正的影響力 或到真正的券 到達你所定義的參政等級 那條線在什麼地方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判準 就是從來沒有聽過你的人 會不會被你做的這件事影響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判準 OK 不是因為認識你 所以它才 而是它是透過自己去知道這件事情 那重點就是覺得在你的這個就是 到現在這樣子的一條路上的話 你覺得你被開始啟蒙這件事情 就是參政的啟蒙這件事情 你覺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因為有看到天安門事件 然後到就是可能更早這些教文 就提出來教育 那哪一個是你覺得 從開始啟蒙的地方 我記得我是好像五歲的時候 1986年 然後當時我們家我爸媽媽 然後或者是我的叔叔 當時很多都還是我們住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在討論說 這個有一個新的政黨誕生了 就是民主進步黨 然後他就問五歲的這個我 問說這個下次他們可能要出來這個選舉 那這個你要投這個中國國民黨 是這個民主進步黨 裝宗嘛 對 那當然就是說五歲的小孩 大概沒有辦法說這個完整的了解這些政見 對 那但是我當時就問說 這個進步啊 進步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 因為國民當時我大概已經知道意思是什麼 對 但是但是進步 當時我不是很知道是什麼意思 對 然後那家裡的人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來說明說是包含好 環境上的 包含社會上的 包含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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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的這些方面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蠻啟蒙的 就是說 對我的概念來講 就是說 國民它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就是一個國家 地面的是國民嘛 外面的就不是嘛 對 可是呢 進步呢 它有各種方向 每一種方向都是進步 那但是呢 也沒有互相抵銷 就是都走 那這個概念就是當時 我才五歲嘛 就記下來 這個可以感覺上是一個情況 是一個情況 對 那 但你覺得在整個就是 在整個學識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像從這個情況開始 那如果讓你自己定義的話 也會有哪些 覺得比較關鍵的事情 就是對你來說 在這種思考上都有一個 這種跨了一步 或者是轉折的感覺 嗯 我想對我自己影響最深的 其實是一個叫做藍絲帶的運動 就是Blue Ribbon Campaign 那藍絲帶運動其實是一個網路上面的一個運動 它並不是一個特定的就是有一個人去組織的 請問這是幾歲的時候 藍絲帶運動 它應該是1996年開始發起抗症 那一直到1997年這個抗症打倒他的訴求 所以應該是我15歲的時候 那這個運動的特色是說 因為當時我才剛決定說不要繼續我的國民教育 而是透過網際網路直接跟研究者互相了解 那當然當時我就覺得說網際網路就是大家分享知識的地方 尤其是分享還沒有發表論文的地方 我跟這些學者們有非常多的直接的交流 但是當時整個網路的氣氛是說 他是彼此了解互相學習 但是呢忽然之間就發起了藍絲帶運動 我常去的那些網站忽然間都變成黑色的底 然後呢就是在抗議說不能夠以這個保護而少為明目 要求每個網站去審查 所有PO上來的這個文章或者文字 裡面有沒有這個情色的這個成分 那這個是網際網路史上就是有WireWeb之後 的第一個這種大規模的 為了會保護WireWeb本身的自由 的一個類似一種權力主張的這樣一種運動 所以我就後來發現說 第一個 這些人彼此都沒有經過面 但是他們就是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一瞬間就造成抗爭 那第二個 這個抗爭它是沒有國界的 雖然當時當然是在抗議這個 我們就是克林登政府那個時候的一個法案 但是各國的朋友們都開始想到 他要教育他們國家的立法委員 他們國家的行政人員 說網際網路上的言論自由 跟大家想像中的那種用銀劑 用光碟片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第三個 那我也覺得最重要是說 他讓我看到超連結 hyperlink這件事情的用法 在以前我一直以為超連結是說 你有一個字 別人可能不知道它的意思 你就連到它的定義或者論文 維基百科的這種用法 但是現在發現說不是 超連結是一種 動員的工具 每一個網站只要連到五個 另外別的動員的網站 一瞬間這個動員的群組就形成了 所以這個叫swift trust 就是大家就很快彼此信任 然後就集結起來 然後展示力量 然後就變成你不管在 全球資訊網的任何一個角落 都可以看到藍絲帶掛在那邊 那這個時候你加入這個運動的門檻 就非常低 因為你就是加一小段 他都已經幫你寫好了 HTML 掛到自己的網頁上 你就變成運動的一份子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發現說 這個動員工具比起上街 比起這個去做任何示威的 去遊行等等 你還要花一天嗎 那這種方式你加入這個運動 只需要五秒鐘 對不對 那這個是最大的差異 我有一個問題 我剛剛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 剛剛講的超連結所形成的力量 這件事情 那可以再給我一些細節嗎 就是說它是怎麼樣形成力量 簡單來講就是說 它當時就是在每一個網站上面 你加上一小段文字 然後你就等於掛上了這個運動的旗幟 那這個運動的旗幟 任何人只要一點 就會回到這個運動的訴求那邊 那它也反過來就是說 任何網站願意加盟到這個運動裡面 這些加盟的網站就會彼此互相連結 所以這個時候這些網站 並不是因為它的內容有關而連在一起 我本來都以為全球諮詢網站 內容有關才會連在一起 現在是他們的訴求有關 所以連在一起 這樣子 有點類似現在連續還是Tag的概念 對 沒錯 那就是15歲到了就是到藍絲代運動 然後那到後面的話就是從到政委之前 中間還有就是 就是還有一個就是對你來說 學思上有比較大的一個轉折 在於參政這件事情上 在藍絲代運動之後 我就還比較多力氣去了解說 網際網路上面的政治是這麼說 廣絲網路他不是從屬於那個主權 那一直到最近幾年 他也正式的去跟不管聯合國 或者是其他的主權國家 都是用一種類似主權對主權的方式 來彼此交流 簡單來講他並不是歸屬在任何一個 主權政體之下 那但是他既沒有陸軍也沒有海軍 所以一般意義上就是他要怎麼捍衛他的主權 所以這個跟西法利亞體系就完全不一樣 他捍衛的方式就是讓每個人都有Effect 就是說如果網際網路壞掉了 大家都沒有好處 所以大家在討論的就是 怎麼樣讓網際網路發展的方向 對每一個人都大概沒有壞處 這個就叫做所謂的Rough Consensus 或者是粗略的公式 那又因為網際網路其實他並沒有會員職 任何人他加入的時候 他叫遵循一樣的協定 你就變成網際網路的一部分 你不遵守你就從網際網路脫離開 可能變成內部網路或什麼別的網路 所以重點在網際這個字 就是說任何人願意用一樣的方式去進行通訊 你就加入 你若覺得這個通訊方式不夠好 任何人都可以拋出一份文件說 我覺得這樣可以更好 這叫request for comment 就是說我希望大家來給我意見 徵求意見 看到這個徵求意見書的人 他也不用投票 他也不用什麼 他就自己就試著做做看 所以呢現在這個假設一千個這個節點裡面 只有三個人看了這份RFC 他就可以自己試著試做 他也不用問過任何人同意 其他人看了這三個人之後 發現這是一個好主意 他慢慢慢慢就開始擴散 擴散到一個程度 彼此產生了衝突 那大家就會用一種多方利害關係 很聚在一起的一種方法 透過線上跟線下的徹底的透明 來讓大家看到說 這件事情的演化 如何正在往大家更好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它後面有一個東西叫做PDP 就是它的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它可以說是誰也不能強迫誰的情況下 完全用一種安納歧視的一種方法 來達到資源結合 然後產生共識的一套方法 那這個就是在網際網路協會 Internet Society裡面 他們現在把它叫做 Collaborative God for Governance 就是協作實質理 那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不管是在自由人的運動 在我們比較熟悉的維基百科 所有這些部分 我想並沒有來一個特定的點 是說我參與到這個程度 我忽然恍然大悟這一套政治系統 這個就是他們每天每天不斷的參與 包含我自己主持的很多專案 來理解到說 一個沒有辦法命令任何人做任何事 的這樣子一種領導 到底是怎麼做 這樣 那我自己也覺得滿特別的地方 就是政委在這樣子 還是帶到就是後面就是看到 看到更清楚的那個 洪基隆路的政治運作這些事情 這樣子的一種觀察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insight 但是你覺得政委是你覺得這是你自己 知道這個能力 還是說就是能觀察到這些事情 還是說其實在王智隆路的世界裡面 有一群人正在討論這樣子 算是屬於一種 剛才講的就是十首班納奇的這種 我想就是說第一首的經驗 只要有好比像說在PTT碗過版 大概就會有這種第一首經驗 這並不困難 那當然現在就是任何連書的小編 或者推特的小編 或者什麼也要了解到說 怎麼跟你的民意進行直接的溝通 這些政治運作 其實我想 只要是我們叫做數位原生的時代 這個是良知良能 這個是不用學的 就是說因為大家一出生就要這個情況 反而是我是十四五歲才移民 到這個世界裡面對不對 所以我是先有這個比較舊時代的一些想法 但是在這個新時代裡面 試著去了解 不過當然十四歲移民學語言也學得比較快 所以就是說 當時也沒有花多久就去了解 那當然整個 剛剛講的網際網路協會 或者是剛剛講的 EFF就是最早發起來的時代的這個朋友 然後一直到後來的一些 一些所謂的吃手的Anarchy的一些思想家 那其實現在都不斷地在發展理論工作 那這個後面就是有所謂的 什麼就是 Open Source Governance Open Source Anarchism 或者是說 有人把它叫做Post Left 有人把它叫做就是Panarchy 有一份比較多的名字 來描述這樣子一種東西 那最近的發展當然就是 所謂的Mutual Distributed Legend 就是 協同交互式的分散式的帳本 那這個是Anarchy精神的最新的體現 而且他們發現了一種 能夠讓做基礎數學的人 就是賺到足夠的錢來想政治系統的方法 因為他們都去炒弊了 那在這樣子的這個 新的這種共識的架構裡面 治理就越來越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治理方法的話 不但像我剛才講的 早一波的全球資訊網 是你不能夠命令別人做任何事情 現在是 當你進入這套共識系統之後 你連修改你的網站 那個過去的紀錄都沒有辦法磨滅 這個跟當年是不一樣的 當然為什麼還在炒下架 是因為你如果把你的網站的東西下架了 對 你趁著這個Internet Archive 看到你之前把它下架 那其實就真的下架了嘛 那現在我們在分散式帳本裡面 你下架你要說服全球幾十萬個節點 一起下架 這大概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的accountability 他的責性程度更高 那要在這種不可撤回的環境底下 再去做治理 大家對他的期待又變得更高了 所以我想最近因為分散式帳本的關係 這一方面的政治思潮 事實上是滿主流的 你好嗎 這樣子 終於在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剛才有問題是想說 這件事情是來自於個人的能力 比如說在網路上 如果說今天有人就想要像你一樣 去了解這樣的一個政治運作的方式 那他的那個聚散地會在哪裡 可能你到維基百克社群 直接開始說我要當管理員 這個就是最快的方法 或者是在PTT要變成小組長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很快的方法 或者是參加方才祥的網絡網路質疑問談 去當你的這個地方 或者是你的基礎社群的 多發利益關係人的參與者 或者是加入 像最近那個 Mozilla那個社群 也在找Fellow 就是找一起學習這方面的人 事實上 各種各樣子的團體 他只要願意參加網際網路的建設 他並沒有去區分說 你的基本能力是什麼 你的基本能力可能就是聽說讀寫的能力而已 但是除了這些能力之外 重點還是說 網際網路對你的stake是什麼 你在網際網路上面 你想要達成什麼事情 然後你能夠把你這一方的利益 把它講清楚 把它跟別人加一條河 那這樣不然你從我剛剛講 任何一個角度接進去 你到最後都可以學到網際網路治理的概念 是是是 所以鄭偉宗剛剛講的 就是從這個地方的治理人員到現在進入產政 因為之前可能就是在很多科技公司上顧問 那這個轉折點就是 我可以這樣推測就是說那是 你在這邊看到一個很有效的回合去的治理方式 然後想辦法帶進政府 所以這是你從事這個政府的地方 還是你覺得有其他的想法在做這個轉折 其實這種快速反應的自我聚集的 這樣子的一種網際網路的應用 它造成一個特性 就是所有掛欄私貸的 或者到現在所有認同的hashtag的人 瞬間就組織起來 那它對代議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威脅 因為代議政治是建立在 本來的組織方式 能夠有效的產生代理人的這個前提上 所以好比像說立法院有很多委員會 也許它就是代理各個部份 就是不同地方的 跟不同訴求的朋友的利益 行政人有各種不同的部會 所以這些部會或者三級機關 它也是代理了它的這個價值 的利益關係人的利益 但現在的問題是說 忽然間冒出一群人 然後就說 我們現在要做分散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想要取代一部分銀行的功能 或者現在冒出一個人來說 我們現在想去解決在都市裡面 沒有代步工具的問題 我們的代步工具沒有司機 他就自己開自己 有空的時候就來建議 那這種利益關係人 他到底是誰 你找不找得到說 所有在開曼群島設立公司的人的代表 你找不找得到所有在家工作的人的代表 你找不找得到所有 我剛剛講的這些創新者的代表 這些創新者沒有代表 每個人只代表他自己 對 那這個時候傳統的代議政 只要怎麼跟他產生關係 你如果不產生關係的話 就會變成這邊的人 都覺得彼此之間非常緊密 組織之間非常運作快速 他跟代議政體中間的距離 並沒有變長 但是大家之間的距離變短 所以感覺上政府好像比較遠 就是不理我們 事實上沒有 但是相對之下 感覺上好像比較不理我們 那這個其實就是民主的一個危機 就是越開放的 寡陸越自由的 集會節省越容易的地方 大家對於這個政體就越不相信 但是那不是因為這個政體 做了哪些特定的事情 而是因為它運作的方法 跟大家習慣的往計往路上說 快速信任完全不一樣 它是一個時間差 對解決這個信任的時間差 我不管在哪一個角色 大概都是做同一件事 那當然現在大家願意 就是每年繳年費 這個讓我全職做這件事情 我是很感謝 對 但是害怕我在哪一個東西 還是做一樣的事情 對 這位你有看到就是 看起來就是說 當然這個東西也有不信任 那你會感覺到就是 因為 我不確定哪邊力量更大 但是我覺得政治這邊說得出來 它不是會有種排除 想要排除科技 或者是仇視科技的這種浪潮 台灣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在其他地方也看到 類似的這種問題存在 我說這個問題 它本身全部存在 我有好幾件事情 確實啊 就是當然有說 因為這個政體 跟不上大家的進步 剛剛已經講進步是各個方向 各自方向 所以就希望說那我就切斷掉 所有別的進步的可能性 我就是選一種 比方說國家監控 這個也是尖端科技 我們就專門發展這個 那也是有這種政體 那你不能說它仇視科技 它沒有仇視科技 它擁抱科技 可是它擁抱科技的同時 它去禁止別的發展的可能性 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回應 簡單來講就是 就是讓社會去迎合一種科技 那其他的就在手 包括網路來移植網路 對對對 所以感覺在 我知道就是政委在很多的訪談 他裡面都有提到過 就是說對你來說 你只能做這些事情 並沒有一個認為它是真的做得完的 那就是 可是當你希望這兩個就是 所謂的大義政治體跟網路政治體 他們理想的互動 你覺得是什麼樣子 就是你會覺得在做這件事情 會想像一個理想的樣子 或是什麼 是 我想這個沒有辦法 放逐全球都有同一個標準的答案 我自己想要看到的 當然是每一個地方的文化 它能夠 這就是持守著的意思 它能夠在一代跟一代跟一代中間 至少讓上一代跟下一代 這個大概三代的這個 時間範圍裡面 大家還是有可能 找到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是持守來那其裡面 持守那一部分的意思 所謂的 conservativism 其實它講的就是說 有一個tradition 有一個 每一個地方有它的脈絡 這個脈絡不是透過 我比方說丟炸彈 來造成Anaq 我們都知道丟炸彈可以造成Anaq 可是它還會造成一個脈絡的斷裂 對 那我是試著在脈絡不斷裂的情況下 就是說不同世代的朋友 還是可以討論出共同價值的這個前提下面 去運行Anaq 那所以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代一正值在目前這個階段 跟我們是互相補強的一個關係 我們透過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機制 就是收集到了一些粗略的公式 這些粗略的公式 讓代一正值的品質因此而提高了 代一正值在這個階段 幫助我們去讓 還不太習慣這種多方利益關係人方法的朋友 還是讓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concent 有一個發展的一個空間 他們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比較不熟這一套新的政治方法 我就被排除 好像是只有會用hashtag的才是公民 不是用hashtag的人 就不是公民 他也不會有這個感覺 他不會覺得被社會所排除 所以在目前這個階段 這兩個是互相補強的關係 我們幫代一正值建立多一點點的正當性 因為它回復的品質跟速度變快了 代一正值幫我們去做到寒龍 就是說我們這套方法碰不到的朋友們 他們還是碰不到 那所以這兩個在目前這個政治階段 是互相加強的 所以感覺它並沒有一個 真的你想像它比較是有一個 但是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就是互服 然後可以用上必殺共的角色 但看起來 你是為了共同目標的夥伴關係 就看起來沒有任何一方 靠向任何一方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感覺 代一正值朝政府靠近 還是 就是還是網路網朝代一正值靠近 好像沒有 沒有啊 它是互服的一個情況 連個來講是完全不同層次的事其實 對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之後的這個細節 就是說 當政委一開始這個地方 我相信你應該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第一個 那可能應該台灣第一個在 嘗試在這樣政委的一個 算是部長級的職務裡面 去運作這種持守性的 安那級的概念 那當在實踐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所用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我的改變理論 當初其實我要做什麼 是大家一起決定的 是中包的 是群眾來包的 在我2016年8月 大家知道我要擔任這個角色 到10月1號真的上任 我都不在那裡 對 我一開始在紐西蘭 寫了一首祈禱文 就是作為我的這個 job description 然後 然後 後來就到歐洲 然後特別是在歐洲 做市委員權的朋友們 有非常多的互動 那在那個月裡面 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關心的朋友 要約專訪 要約組織什麼東西 我一概都不答應 當時是用一個叫 Wiseline的一個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提問題 但是我只公開回答 我公開回答之後 所有之前問過問題的人 都收到Email 然後呢 這個時候媒體呢 就發現說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就會不斷地去做 調查報導的工作 因為如果只是搶即時 在這個情況下 搶讀家 在這個情況下 是沒有意義的 那有一些公民媒體 就是它不是主流媒體 平常沒有辦法在寫這裏讀麥克風的 他第一次開始可以問到 比較具體的問題 所以以大家所想知道的問題 以及這樣子不斷的互動 我就開始形成了說 所有整個社會 至少是有能力使用瀏覽器的社會 在這個部分 希望我做什麼 我有沒有什麼可以做一個通道 把大家的力量能夠帶進來的方法 所以到最後大概歸結成 三個我的工作的條件 那當時是在勞工協商 跟當時的林全院長 以及這個秘書長 去約法三章 那三個簡單來講 第一個就是瀏覽器的部分 就是我純粹只給出建議 我接受建議 我絕對不給出命令 我也不接受命令 就是以自願結合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說 所有在瀏覽階段的事情 在做出決定以前的事情 按照政府資訊公開法 一般是不公開的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做了這個決定 但是政府資訊公開法 裡面有留一個說 如果判斷對公共利益有必要 得了公開證 這條比較不常用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一層一層簽合 每一層都要說 對公共利益有必要 最後才會公開 你如果是一個科員 然後你現在正在 跟利益關係人討論 你想把討論的過程 還沒有做決定公開 那當然你要先到你的組長 然後科長 然後處長 然後再往上 可能要到部本部 部本部又有主命 然後部的次長 部長 那如果還覺得說 這件事情可能會造成社會動盪 那就要政治幕僚 那就是秘書長 部院長 院長 所以可以到九層 對 所以說應該要兩個月上 就是說這件事情 它除非有政治的一致 不然一般是不發生的 對 那所以當時我的工作 第二個條件就是 我看到的一切 而且它的公開都對公共利益有弊 好 那就不用再問 然後 那因為我上面就有一層嘛 所以它同意就同意了 對 所以那這樣子的情況就造成說 當然我不是很暴力的說 我主持每一場會議都直播 不是這樣 而是說我主持的每一場會議都留下主字記錄 那留下主字記錄之後 大家一起編輯 編輯個十個工作天 然後我才公布在我路上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看得到 那麼多的主字寶 跟 還是有時候有露營啦 這些的材料 那包含送給我的簡報 我都會問說 欸你這個 裡面某幾頁啊 你這個 真的可以公開嗎 那對方說 欸可以公開 好那我就整層簡報就上網 那又或者是說 有一些開放資料 像我們之前幫忙協調那個 滾動式釋出了倉儲的 農糧署的資料 那這個東西因為它是市場調節用的 它如果公開的話 市場調節的能力就消失了 但是我就會問他說 欸那你 國家機密三十年之後也要公開了嗎 那你多久之後可以公開 所以他說喔 24小時之後 那所以就公開了 所以就是說我可以靠不斷的問這種問題 來讓其實公開的對大家都好 只是因為本來命人想跑那個流程的事情 變成公開的 所以資源結合是第一個 然後擬稿階段的公開是第二個 那這個第二個 當然有個附帶條件 就是國家機密法 因為國家機密法說 我只要這套系統裡面混進了一條機密 那整套系統的產出就變機密 所以我不能夠看國家機密 他們要演習的時候我就請一天講 所以現在橫向指揮所上什麼樣 我還是不知道 別的將尾都知道的 這個我就請教 所以國家機密我一無所欣 那第三個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 當時是最引起社會討論的 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上班 就是我是一個數位者 那所以有一個數位的工作區 那這個其實本來人事行政手處就有一個函 說任何公務員他的工作只要跟網路有關係 他就不受工作地點跟時間的限制 但是同樣的這個函 你要一層一層牽上去 所以也沒有多少人用這個函 那但是我當時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條件 所以就造成我的辦公室的成員 像現在兩個在倫敦 我們有實習生在紐約 他不管在哪裡 那我們用好學生的一些實習生 看全台灣這個中央二級機關 或三級機關的網站 去找出他在IE之外的瀏覽器 到底能不能用手機很好用 這些學生是我們的見習生 可是他來一起吃披薩之後 大家就回各自的地方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辦公室的組成 它不但是由各部會所組成 也是由全台灣的朋友所組成 那這樣子就比較不會說 相似的生命經驗去限制 我們在規劃討論的時候的這個想像 所以第三個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它造成一個分散式的團隊 它同時也造成電子公文的普及 但是主要的還是它造成一個 有不同生命經驗的團隊 所以就是說 我想這三個缺一不可 這三個搭配起來 才能夠變成完整的一套改變理論 那這個改變理論 就像剛剛講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重建這個政體 跟這個政體的公民中間的信任 那我蠻好奇的就是說 這三個其實我有聽過 我覺得這三件事情 我蠻好奇它怎麼出現 就是它基於什麼樣的一個 就我剛知道聽到我看開放 然後多元 就是政委的一個性價值 那它怎麼出現 它來自於政委的個人的聰明才智 還是它要有一些其他的參考性的地方 可以得到這三個 就是你覺得當你從政委需要達到的原則 是 其實當時就是有兩份訪談嘛 一份是所有G&B的朋友 在Hairpad上面問我很多問題 包含這個什麼情況下會退場啊 或者是說會不會來摸頭啊 這一類的這個東西啊 你回去看那一份的話 可以找到這個痕跡 而且我進來之後一年之後回去 每一項又都做了回應 來說明說我真的有持守住 當年我說要做的那個價值 所以那份Hairpad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始文件 當然Wiselike上面還有很多 就是各界包含媒體 那個可能是輔助責任 Wiselike現在改的網 是wiselike.pw 那是應該是看得到的 那這種人從事這樣子的一種 這種方式在就是展示給大家做 然後讓大家自己決定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那它就是感覺是很內在的東西 那種驅動 那你可以感覺到就是剛剛就是其實有些地方 就它其實可以做的 就像22時公開這件事情 它不是不能做 只是它沒有那個動機去做 那這樣的展示就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就是 展示然後被學習的比率 這種你自己感覺上 相當高啊 相當相當高 對 你可以感覺到一個幾層 或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如果要數字的話 那很容易啊 就是像我們在中語平台 其實這是G0V的最早的一個專案 叫做中央政府預算實覺化 也是比較有名的一個 那當時做的事情就是把主機處的那個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大家加了一個budget.g0v.tw 當時我還沒有加入G0V的活動 那所以就是我的幾個朋友 他們去做的這件事情 那重點是說 他把預算裡面的每一區 都變成一個討論群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進行討論 所以說大家討論就不是泛泛的說 預算的話 而是說某一筆預算它用在哪裡 它做到哪裡 這樣子 當然大家是彼此討論 公務員是沒有上來回應的 所以簡單來講它是一個展示 那我加入行政院之後 這應該是我主動提出的一個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讓每一個部會 把它自行管考的所有計畫 要數字的話是1386個計畫 所有的中長城計畫 包含它花了多少錢 開了哪些研究案 開了哪些標案 做到哪裡 以前是國發會管考處 或監察院審計部看的這些東西 不只是公開上網 而是每一個變成一個討論群 讓大家來提出問題 而且由公務員帶回它 那這件事情 從很多角度來看 它就是讓這個平台 擔任了一部分代議室的工作 代議室裡面 把選民的疑問 交給中央的官員 中央的官員回應之後 他去跟選民交代 那現在這個平台 它就有一點像是 直接讓這兩方 能夠彼此討論 但是就跟代議政治一樣 它是在一個公開的場域 所以這個討論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那這個它對民主促進的價值 我想大概不會有人說 這是一件壞事 但是呢 確實個個部會在一開始 都覺得說 多一個人來管考我們 事實上是多 兩千三百萬人來管考我們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吃得消嘛 大家是有疑慮的 所以我們在第一年的時候 我們整整一年的時間 我們並沒有強迫顧問 我不像命令 我們就把行政院自己 管考的專案 六十幾個大的專案 就是吳嘉爾這個產業創新 這些東西 先這樣子示範一下 經過一年之後 大家就發現說 這是省力的 這並沒有多花力氣 因為以前你要接四十通電話 每一通都在問 金門大橋該到哪裡 但是每一通都不知道 前面三十通 有問過一樣的問題 所以承辦人的時間 就要切成四十分之一 它對每一個的服務品質 可能都沒有非常好 因為他不生氣 每個人都要問他一樣的問題 那所以說 當我們有這個公開討論版之後 第一個大家Google就找到了 所以第一個根本不會來問 那第二個是說 即使來問 你可以給我一個連結啊 事實性的東西都留在上面了 那如果他要問再深的問題 那是政策專業嘛 所以大家的時間是花在這種 比較需要公共行政專業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重複去講 理論上大家都應該知道 但是沒有一個公共討論版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攤題來講 是節省到了第一線人員的心力 而且它降低了所有人的政治風險 因為如果你是四十個人分別講 總會有不小心口誤 然後跟A講跟B講 就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時候就有各種政治 陰謀倫敘會出現了 但是當你公開回的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的Westlake 每一家媒體 它的材料都完全一樣 如果他炒出一盤完全沒有的東西 無中生有的東西 那非常多人能夠做事實查核 唐富當時公開回去 不是這樣回 為什麼記者這樣保 所以這樣子記者的工作 也可以變成比較注重在 他的perspective 就是他能夠去 帶來怎麼樣的觀點上 所以這樣示範一年之後 他還發現 真的 各方利益關係 都覺得還不錯 所以就到今年 所有部會現在都同意說 好 那我們自行觀看 我們自願放上來 1326個專案 那有很多現在他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他的討論品質 已經非常好了 就是不管是 智山防災計畫 食安網絡計畫 社會住宅 是大家最關心的 或者是公教體系 綠能雲端中心 這些就是 跟這個相關的利益關係 他自己集結起來 也不需要再找一個代議室 他們就自己去做功課 關注這件事 開始跟同意官員對話 所以這個我想是一個 很具體的例子 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部會 在看行政院實範一年之後 都願意幫你 我有稍微差提問一個 就是說 代議室在中間 有感覺到自己的角色 慢慢的 就是代議室的危機感 我們在推行這套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代議室 在他不是在決定的層次 而是在大家去進行 概念的發散熟練 第一個單元的這個層次 就邀請代議室進來 那這個就包含如果是地方議題 那像我們去恆春的時候 就是當地的各級的代議室 包含鄉民代表 這裡講的是滿洲鄉鄉鄉民 不是PTT 那一路到議員 到各方面的這個代議制的人士 我們是一起面對面討論 我們不是把這種代議是 面對面討論的東西剝奪掉 而是讓這個討論的過程 透過網路的直播 透過網路的擴散 能夠讓他們的專業擴散到更多人 那當然他們也有表演爭執的這個需求 他們發現說 這個電台啊 它是如實的 忠實的呈現他們的專業 他不需要去搶那個五分鐘作秀的那件事情 他的政策專業反而被人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跟代議政治的這個合作是這樣子的 就是他如果有這方面的具體經驗、專業 他能告訴其他利益關係人 你們要怎麼樣做政治設定 他的可信性比較高 他在一開始就來參與 當然他參與的身份 就跟任何其他利益關係人一樣 並不是說叫他支持個五十分鐘 他就是下來一起討論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滿多的代議室願 用這樣的方式進行討論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在政委的辦公室人這樣的一個工作的想像 我這樣聽起來他很像是 有很多很多專案 就是每一種很多種專案 每個專案都是示範一種新的方法或想法 那你們是用 就是有點像是說 你們是一個大型的專案辦公室 辦公室 然後就是一個一個這樣管理 還是說他有其他的一個治理的方式在辦公室裡面 我們本身的治理就是 多方利益關係人的按納期的治理方式 這是我們辦公室很重要的一點 每一位新的同仁來的時候 我都是說以後考基你自己打 這個我們同仁可以作證 對我們絕對不會去管大家的考基啊 然後如果你有專案要發起 你也不要來找我 你應該是找其他同仁去退坑 那如果能夠找到正確的利益關係人 那你們就發起這個專案 沒有的話對不起 你就自己做 那當然任何需要政治意志的可以來找我 但是如果是需要具體的失誤性質的合作 那大家是自願的去結合 那我們這個辦公室的組成 是我們從每一個部會 借掉最多一個人過來的 所以我們本身也是每一個部會的利益關係都在這邊 那像我們內政部的同仁 現在大家都在這裡 那在外面這個處理這個 許多行政作業是我們財政部的同仁 那去幫我們進行法制化 把我們做的所有實驗看起來做得不錯的 馬上變成要點的 是我們通傳會的同仁 然後甚至本來幫我們跟其他政委去做一些溝通的 是盟葬會的同仁 現在是文化部的同仁 然後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大家都有所查 但是我們從每個部會不會借掉超過一個人 這樣子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邊出來的很多示範型的專案 它至少對這些部會都沒有壞處 因為如果有壞處就會有人講 那同樣的我們也從資冊會的每一個所 借掉一個人 那所以這部件就是技術跟設計的部分 那同樣的他應該也不會威脅到資冊會 或其他大的法人的利益 因為如果會的話這些朋友就會講 對 那所以 因為這個辦公室的組成是這樣子的資源結合 所以第一個我們可以做各種實驗 那實驗如果失敗都是我的錯 那但是如果實驗成功的話 這個可以回到我們本來的部會 那同樣的每一個部會 他的二級機關先選出一群人 現在相當多的大型的面對民眾的部會 像農委會或財政部這一類的 他的三級機關甚至四級機關 也開始有開放在那邊多人 這些PO同樣的跟我們是對的關係 那他們在他們裡面做的事情 就有一點像PITES在原本部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進行示範 進行培育在合成 不過因為我們在這邊一直聽到PITES這個字 可以解釋一下什麼意思 PITES就是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就是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這個字面上它就是空間 空間包含實體的跟線上的空間 實體的空間就是現在各位所在的 這個行政院一樓進大門右轉到底 有一堆便利貼的這一間正位辦公室 然後以及我們國防會主委 陳美玲主委捐出來的隔壁的 陳主委的正位辦公室 因為陳主委大部分時間在國防會 所以他的辦公室就變成我們的 共同工作空間 那在三樓教科文處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習政院的 秘書長副秘書長 把教科文處裡面的一部分 變成我們的共同工作空間 那所以不斷在提醒 我們在做的是教育科學和文化的工作 然後這是原本部的三個空間 另外在空總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在一樓有一個辦公室 那個就是由四個不同的法人 都是跟社會創新相關的法人 輪流去註點的這樣一個空間 他在地下室有一個做VR體驗的空間 他在二樓的無人圖書館 有一個會議空間 所以原本部三個空總三個 這六個空間加起來就是PITES的實體部分 那線上當然我們有一個Sandstone的系統 我們有Rocket Chat 就是大家聊天有點像Slack 我們有Weekend就是像是Trello 就是大家來管彼此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也有共筆的文字的 共筆的試算表的 本來是我維護的 等等的這種線上的工作空間 當然還有很多討論區 那這些構成我們的線上空間 那不管是線下還是線上空間 我們這一套都開放 給所有的公務人員使用 所以像我們的Sandstone系統 只要你有gov.tw的網址 的email 不管你是哪一個院 其實都可以使用 甚至地方政府也可以使用 所以當我們示範完之後 我們就會做技術轉移 去讓大家知道說 這邊有一套免費的資安處 已經請高手來不斷地攻擊 應該資安上沒有疑慮的線上系統 可以使用 那同樣我們線下的空間 也是大家都可以一起來運用 來辦寫作的工作方案之類 是 正文在這邊就是 因為我可以感覺到 正文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一直去掉 有人去中心化那種移植很強的 但是也不可否認就是在這辦公室裡面 你一定實在是很中心化的 這個權力 一定是不管你想不想用 你就是有這些事情 那這樣子就是很多事情是有通人 他們自己發起 正文你覺得你的角色是什麼 就是吸收風險 吸收風險 只有吸收風險嗎 就是吸收風險 所以像是一些需要 沒有我會幫大家訂披薩 大家想要餐具的時候會出錢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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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沒有啦也有吃好吃的 我們常常吃海鮮餐廳 然後 對對對 然後中午訂便當的時候 那個訂便當的系統 確保他運作順暢 對不對 幫忙修一下團購的嘗試 然後大概就是這種打掃清潔的工作 這個做很多人 所以我想確定三件事情是正文在這個方式 所扮演教授的事情 是你是自己做還是分散給人家說 第一件事情就是學能 就是這樣的用治理方式 可能最清楚是這種正文本身 哦不是不是 當然不是 我們的專案顧問們這個一個一個都留著 哦是是 所以學能的方式 就來參加的活 因為他們還是需要一些配例 那我習慣這套工作方式 應該還是有需要經過一些配例 對對對 但是我們的專案顧問像方瑞顧問 他本來就是在英國的內閣辦公室 的Policy Lab 的政策實驗室 運用設計思考的方式 用多方利益關係人的模式 來進行政策設計 那這是他的專業 他是RCA的做事 所以他在這方面 尤其是設計思考的語言 像我在蘋果也好 我在Social Text也好 我當然跟設計師一起工作過 在蘋果設計師就最大了 那但是我雖然因此偷學了一些設計方法 但是我絕對不會說 我是活動設計 或服務設計的專家 我只是聽得懂他們做什麼而已 對所以 像在服務設計 活動設計這方面 不管是我的記號秘書 林書楊 書楊他本身也是CIIID 就是丹麥的那個 非常有名的設計學院 出來的設計師 那在這方面 他們的專業能力 當然越超過我 對那所以 或是像我們剛剛講的通常會 那一位葉寧 他在法治 以及這個通訊傳播領域 數位會的學能 這個月超過我 對 所以其實我們聘人 就是新的成員進來 我大概看兩件事 一個是說 他是不是至少願意給出的 跟他取得的一樣多 對 他給出的更多那很好 但是至少一樣多嘛 對 因為這邊真的是多方利益關係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 教每一個部會的朋友們來這邊 他能夠貢獻這個部會有的學能 是別人沒有的 那他如果只是讓他不會有好處 但是他不願意教別人 那真的還不太行 所以這個第一個是這樣 那第二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他要掌握或者是他學習 某一種你剛剛講的這種知能 這種知能是包含我在內 別的團隊裡面的人都不如他的 對那這個也非常重要 包含他第一手經驗 包含他在公共行政上面的經歷 包含他跟第一線的作為警察 這個跟各方這個黑白各道 交手的這個實際的能力 這個是神秘經驗 這是沒有辦法透過看書取代的 對那像這種獨特的神秘經驗 跟因為這個獨特的神秘經驗 帶來的perspective 這個是我最看重的 我不需要派三個人來 他們看的事情 幫我決定很有意義 對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每一件事情上 我大概都不如我的同仁 我比較擅長的我的學能 裡面可能最後還是 好比像說這個 編個Linux kernel 幫忙寫一些程式 這種大掃性質的系統管理 對 謝謝 謝謝 在我們一邊做你們都在 基礎建設的工作嗎 不是 定P3 對定P3 對 總要基礎建設 對 那 但在就是 我覺得這樣這一套東西 這樣看起來是比較接近 就是說說公共治理的一種 網路 網路治理的一種很直學呢 對 那所以傳統代理政治 真的有在這過程中 你接觸或學習嗎 在進來之後 對 我們P3 三個co-founder 我嘛 然後設計師 民主要嘛 然後光子偉嘛 那光子偉當然是政治專業 那他在代理政治 有非常豐富的經歷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就是說一個矽谷一般的新創 co-founder 就一個寫程式的嘛 一個做設計的嘛 然後一個做政治的嘛 這個一般 一般這個矽谷新創大概就是 就是這三個的本質 所以P3從這邊長起來 當然很快加上各種各樣不同的專業 但是在政治判斷上面 在跟代理政治的協作上面 在我們每一個階段要告訴代理政治體 我們現在跟他們有什麼物理共生的範圍上 這個部分可以說完全是光子偉 一開始在判斷 當然現在慢慢的 我們有外交部的朋友進來 我們有很多別的部位的朋友進來 我們還會加上很多我們在區域裡面 我們在APEC裡面 我們在國際的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裡面 我們在聯合國的 永續發展目標治理體系裡面 我們的這個位置 那這個當然外交部的同仁 那可能是非常的專業 但是我想這裡的重點還是說 我就是完全信任他們 他們覺得什麼樣的方向對 我就這樣做 所以這過程中他會有一些選擇 例如說你覺得這件事情不適合否定的 就是說有些事情在這個地方 它依舊不能發生有這樣的一個事情嗎 不能發生就是你不能下命令 OK 然後不能接觸國家親民 對 然後不能把我綁在這邊 然後不能去別的地方上這樣 對就是剛剛那三個原則就是反面表述 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OK 對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剛才提到的就是 皮底是個國防德的概念 那他為什麼它是國防德的概念 就是說超過我的 因為我沒辦法想像 就是在政府機構裡面要求 一個防德的概念 那什麼意思是什麼 這個就是所謂Internal Startup 這個在大型組織裡面 非常常見 所謂內部創新 那你在實體空間裡面 出現一個新創團隊 拼命貼便利貼 對 那這件事情它對大組織 它會造成一個衝擊 就是說原來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做事 當然不是說長套就要搬過去 但裡面小小的部分 像Slido 開會的時候 讓不同權力階層的人 可以攤平匿名發言 這個非常多部位都拿去用 它前面後面的別的程序 可能沒有很快導入 但是匿名大家用手機發言問問題 這個很快啊 好像有一些地方政府 還因此拿到政府服務獎之類的 這個傳播範圈 然後又或者是說 大家發現說我用iPad 加上Apple Pencil做筆記 然後投影 等於所有人都看到主席的筆記 這套很便宜啊 而且主席不用學喇字 所以這一套也散播很快 我們iPad用量忽然間增加 對 那就是說這些當然都是比較末端技術的 但是你如果沒有這些末端技術的第一手體驗 那麼整個網路這裡不用想 網路這裡是建立在大家對這些末端技術 有第一手體驗的人身上 對 所以這件事情我想就是我們現在在原本部 所謂一個Internal Startup的這個意義 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出可以這樣做的事情 所以所謂的co-founder的意思 當然在政治文理上面 本來政委就可以帶兩位基要進來 所以這個跟任何其他政委並沒有不一樣 只是說我們在這上面再去發展 資源階段的這個模式 就是有一個場景 就是剛才你說黑位的時候的那個會改變一些現狀 對 那政委在新政院會的時候 大部分部長會在筆電嗎 或是他會 會 每個人都有iPad 每個都是用iPad 對 每個人都有iPad 行政院配發的 所以大家都在 大家用手指比較多 用筆的還是比較少 OK 但是其實我真的覺得台灣的內閣啊 對這個資訊化 對數位化 然後對數位普及 其實真的是做得很好 對 不需要妄自飛薄 對 其實大家至少覺得說 這是台灣創新動能的來源 當然一部分也是因為 其實就從個源電腦時代 在台灣取得這個設備就很容易嘛 產地直送 對不對 所以大家過多或少都覺得說這沒什麼的 那我滿好奇就是說 剛才印象一樣提到嘛 就是在這個普及過程中就是 很多公民在使用的時候 他是受益於這樣的一個改變 那 可是我也相信他們也不完全受益 就是他們還是有一些衝擊 他們的成本在 那 遇到這種問題的處理原則 可能是什麼 就是說 例如說我講說 剛剛那個情況就在會議 其實我自己也開過回答就是啊 然後如果今天大家都可以提出問題 那我有一些東西是比較情緒性的 我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問題不處理啊 對啊 我們尊重你的感受 是 那 伊科達也不會 不會說 因為我很生氣的 他就會講說 他就會提出一個很尖銳的 然後他可能是 那個情緒比內問題還要更強烈的 那 像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當開放所產生的問題 那他們所遇到這種衝擊的時候 是會去協助他們嗎 還是說那 那個協助的方式 就是 怎麼賠利的那個方向 會是什麼樣子 簡單來講就是 這個就要牽涉到心理學了 我試著用故事術語來講 就是說 拍照你的朋友來講 他在網路上面 被人用很不好的字眼形容 然後他覺得說他心裡非常的難受 可能因為這樣子 對生命的意義產生懷疑 那這個時候你做的事情 可能不是去直接對那件事情反應 你應該是去同理他的感受 應該是覺得說 你這樣真的是很不舒服 但是這個就是傾聽嘛 傾聽的那個情 就是你被對方這個不舒服的感受 弄成親情 但是反過來講 你在心裡面你會留一個空間 說這件事情我以前也經歷過 但是當時是怎麼走出來的 當時走出來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基礎的概念 像精神按摩就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你按摩到一個痛點 那你就不會一直去按它嘛 你會稍微活動一下筋骨 可能喝杯熱茶 可能這個聽點音樂 然後舒服一點了之後 那個痛點慢慢就消散開來 那所以對網路上面的 或你剛講這些留言的情緒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在當時你就 第一時間就把它觀念到一些 比較好的身體經驗上 這個叫做認知性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之後 當你看到類似的字眼 或碰到類似的情況的時候 你心裡想到的 就不是很久很久以前 很小的時候 有人罵你或打你的時候的 那個創傷經驗 而是想到 上一次我碰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後來我就去喝了 什麼薰衣掃茶的那種身體感受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 當你腦裡在這樣運作的時候 你的自我功能就慢慢恢復 就是從傾斜又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你的朋友來找你 鼓訴的那一位 他看到你的這樣子的 就是內部工作 然後你一面告訴他說 我之前碰過類似的一個情況 我甚至不是我個人經驗 之前我看過類似的情況 他慢慢怎麼樣怎麼樣 處理好 重點不是你講出來的話 而是說你的這個過程 會造成去增進他心智化的能力 就是他在他的腦裡 現在有一份你的形象 以後他碰到類似的事情之後 他只要想說 對我當年他這樣子 好像也沒事 對這樣子的感覺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在 就是社群媒體 或甚至每一個主流媒體 他的網站的留言區 只要提到我的話 莫名其妙就召喚出來 是一個召喚獸的概念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在示範給我朋友們看 說出正面上 這樣子 OK OK 是 我有發現就是 鄭偉在留言的時候 是非常的忍近 然後直接切隆重一點 但是讀的人也不會覺得 人家挑釁我們 或是怎樣 對 那OK OK 了解 那這樣就是呢 在過程中就是 我其實對於我對於 我對於開放節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最大的委屈就是 這種公眾的 因為我覺得群情積分這件事情 是 我們覺得是很難處理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很有公園 也很恐懼 把這件事情放上是通常的一種來源 對 那這樣群情積分就是透過正委剛剛講的 就是我用像是這種比較非暴力的 或者是 還有空間設計啊 你把回覆那個按鈕拿掉就好 然後可以了 所以可以說把這件事情就是 你覺得這樣就可以處理掉那個 或是說它就會減少群情積分產生的那個條件 可以當遇到群情積分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 群情積分是好事啊 好事是不是 對 怎麼說 因為它凝聚社會的注意力 對 那自己的重點還是說 你群情積分之後 就像那個 應該是 某一位哲學家 這個 他有寫一個叫關於憤怒的一本書 他的基本論點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你群情積分的時候 大家可以有三條路 一條是說要復仇 要去對那個造成積分的對象 造成同等的傷害 可是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撫平 對不對 一眼還眼大家都變瞎子 那第二個是說在社會上 你去相對上降低那個造成群情積分的人 的活物的社會地位 等於變成是把它排除除共同地之外 那這樣子當然看起來 所有人的地位都相對上升 可是其實絕對沒有上升 事情應該變得更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佛樂字 那但是除了透過 就是暴力 跟透過羞辱 來處理群情積分之外 其實還有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設計出一個 共同地的環境 使得未來這種事不要再發生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爭議觀 那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大家群情積分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掌控的這個能力 去引導大家往這個方向去想 那像當時暴血人體難用到爆炸 那個元素班 80%都是暴復式的 財政部長下台 修辱式的 關貿網路怎麼樣 那但是然後可能少數一成的朋友 就說我用Windows爆水很順 可是沒有什麼用 這個不具有正義的這個 引導到這個效果 對 但是當時我們開放政府聯絡的人 不到好像三十幾個小時之內 他就跳出來 他說所有這些罵的最兇的朋友 不是說有糖吃啊沒有糖吃 就邀到廚房啊 大家一起做糖吃 所以就是說我們接下來 某個禮拜五要開始做會議 所有在這邊罵我們的朋友 都自動收到邀請函 你有空的話來財政諮詢中心 沒有空的話看直播 告訴我你們的意見 那只是這樣一個intervention 然後我當然在底下留言 來保證他的這個正式性 那這樣子的一個意見之後 風向馬上倒轉 八成的朋友們就開始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只有兩成還在那邊說財政部長下台 那已經沒有理他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這種群情激憤的時候 這個負能量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利用的 你如果不導流這個負能量 他當然就是往報復跟修路去走 可是你只要一個intervention 說那大家一起來設計 然後大家發現說 你在網路上不管講什麼 他只要有具體的建設的意義 而不像說這個字報多 他這樣寫 我們就這樣貼 這個對不對 華麗到讓人迷惘 我們就這樣貼 然後像去年報社最後 會跳出財政部的這個娃娃 他跟你說感謝你對我家的貢獻 對不對 想要讓你的感受變好一點 心情變好一點 對 但是就有一張便利貼說 我想到要報社心情就不好 你要短一點 長痛不如短痛 不要再想中間加什麼 這個讓我們心情好而原俗 那這些我們都如實的照顧 那這個就是 從他們的角度叫問責嘛 要我們去做一件事嘛 從我們角度當責嘛 這件事應該做我們就做嘛 那中間的這個網路平台 就是所謂的客責機制 它確保責任是就是好好的分配 說到要做到 所以大家發現說 這些網路上的負能量 一個一個都變成了便利貼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真的很願意參加 我們資產工作方 真的非常各大對 然後今年Mac跟Linx 高學就很棒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群心激憤是一件好事 問題其實是說 有沒有要考得到 有一點精神 那沒問題 我忘了 沒問題 給我看看 拜拜 我剛剛原本想說 就是我後面想問就是關於失敗跟危機 那但是這樣看起來好像 剛剛鄭主委剛剛講的東西 他已經可以作為一種失敗跟危機 就是能處理的方式嗎 還是說你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還有其他的遇到失敗跟危機的應對方式 或者是你怎麼看待這樣 失敗的應對方式就是寫檢討 寫檢討 對啊 然後公開出來 對不對 艾力申說這個 我不是失敗了一件詞 我找到一件種不會動的方法 這是一種發明嘛 就是說他節省所有其他人的時間 大家就知道說這個方法不會 對啊 所以我們面對失敗的方法就是寫Paper 或者是就是進行這個分享會 我們其實做很多分享會 對 OK 給我的例子 你說失敗的例子嗎 對對對 舉例來講在我入閣之前 我們大家在國際上比較常聽我講的 就是我們對於Uber 在進入台灣的時候 透過Polix這一套人工智慧 大規模線上共識尋求系統 就是你把回覆的按鈕拿掉 然後你再加上一個視覺的話 讓你看到 其實你的Twitter跟Facebook朋友 都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他們不是敵人嘛 對 對 對 那您拒出了共識 那但是後來我入閣之後 我在接受國際媒體訪問的時候 或者是分享經驗的時候 我就特別講到裡面失敗的部分 因為成功的部分在我入閣之前 已經講很多 失敗的部分其實好幾個嘛 一個是說當時Uber 它只在桃園以北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利益關係 也很盤點的時候 我們怎麼盤就是桃園以北的人 所以這個後來造成了一個 震盪性的一個危機 就是中南部的司機就是說 我們當初根本沒有接到邀請 憑什麼你們 北部人的共識是我們的共識 你就要另外再規劃 另外一套新的系統去處理 當初如果一下子就是全台灣 也許算沒有這個問題 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在這樣子溝通的過程裡面 我們雖然說所有的記錄都公開上網 等等 但是呢 這個公開上網的方式 它不一定是讓第一線的司機 能夠很快速的了解 這個程序本身在做什麼 議題他們都很了解 但是程序本身 就是這個程序 怎麼樣是一個正當程序 這件事情我們是用比較抽象的 公共行政語言 把它寫出來 那就是按照行政程序法 第幾條啊什麼東西 所以報導者 我也是做了一個專題嘛 就是他去訪問 當時實際來的那位 前程序同業公會的朋友 然後他就是 那個V什麼的 V什麼的 他對於實質議題的分享和了解 他覺得很有幫助 多方利益關係 直接面對那些都是彼此的方法 他覺得很棒 可是這個到底在程序的哪個位置 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這件事情的教育功能 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高 可能教育功能 只有對於公共行政系的學生的 教育功能特別高 因為他們了解我們用的這些語言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機制設定 或議程設定 本身的賠利作用 可能沒有我們本來想像那麼好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是說 這樣子一套東西 它真的很花時針 因為當時的話 三個不同的部會 它非常持政治意志 它並沒有讓任何一個課長覺得說 我今天想到 我就可以來做這樣子一套 它好像是一直要簽到院長的那種東西 所以雖然它是一個展示 但是它對普及化的幫助不一定那麼高 那當然原因也是因為 我們當時就是這些G0V的朋友們 自己包辦了全部的事情 我們在裡面的行政作業 幾乎完全沒有常任文官進來 所以我們Demo這一套真的很不錯啊 常任文官看到結果了 可是他不知道後台是怎麼操作的 所以這個時候當他的部長次長說 下次你來弄弄看 對不起 我不是這樣做 他不會用 對 所以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他的這個寒容性的地獄 那第二個是這個 他這件事情本身 他賠力有沒有真的賠力到底還關係 以及第三個就是說 事物體系他有沒有消化 這三件事情其實都滿失敗的 那所以後來我們在PITES的 很多方向是汲取這三個失敗的經驗 慢慢慢慢試著把它調整 但是我不會說我們現在做到多成功 因為這三個它真的是 你開外掛的時候就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要如何變成比較不是開外掛 這個就是要今年累月的 跟事物體系我們在分享做主持的時候 PITES一個主持人 健保輸出一個主持人 到第二場的時候 變成他是主要主持人 PITES是Blackout 這種非常細微的東西 不斷不斷的操作 慢慢是物體系才會開始發現說 我們也可以做 那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剛剛其實鄭偉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 就遇到說事情都有很有智慧的看法 這樣子 那我相信這個智慧本身 它也包含了就是情緒的一種管理 我的對自己的認識這樣子 那像剛才講這樣 失敗一定會對團隊 或者在檢討會的時候 產生一些挫抖 我覺得很多時候 失敗無法開個檢討會 跟那個挫折情緒本身有關 就是不想再去觸碰這個情緒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參政的路上的 情緒管理跟 或者是對於其他人情緒管理的一個陪力 這部分也有可以分享的事情嗎 就是因為我覺得 應該是很難讓人 一直都是這麼平靜的去看待這些事情 那情緒該怎麼管理 在這段這個期間 就是說當你看待失敗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情緒嗎 當然喔 當然喔 那你是有什麼去跟這樣的情緒去相處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好的分享 一定會發生在情緒管理完之後 才會發生 或者是在當下 不是不是這樣 我們是一個支持系統 就是說 我們協作會到現在快40場 有時候就會踩到我們其中某一位 每一次是不同位 的PITES同仁 他的心中的創傷 好比像說 我就不講名字了 但是大家都可以很容易還原 好比像說 這個做過司法改革的朋友 聽到身體型 這個真的是很困 那或者是說 做這個財政政策規劃的朋友 聽到一些朋友們 對我們財政部的運作方式的一些誤解 而且你真的是很不高興 那我還可以舉很多例子 但是每一次 這就是PITES成員多元性的好處 就是說裡面如果有一兩個人 因為他的觀點或出身背景或訓練 對這種事簡直無法忍受 其他人都覺得還好吧 對 因為每個人的背景都完全不一樣 對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有一個彼此支持的一個系統 就是一個怎麼講 一個連帶關係 一個Solidarity 就是說你今天會不舒服 那大家了解你不舒服 哭出來也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是說 以前啊 就是同時性太高的團隊 就會像這個幼稚園的小朋友一樣 一個哭整個幼稚園都開始哭 所以他會情緒感染 對但是因為就是我們的專長太不一樣 所以就反而不會情緒感染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只有跟你生命經驗特別像的人 才會情緒感染 那其他人就是能夠同理 但是不會濫用那個同情心 因為說真的 我就是比較抽象的了解這件事 那隔天 我就像說這個 如果有某一次協作會議 我就覺得我很受不了 那我就不主持就是 因為我們大家共同工作的過程裡面 每個人都偷學了很多人的能力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事情是非得先做 所以真的很受不了的人 那他那一場就不參加了 或者說他真的有厲害關係他就迴避 那他當然心裡也許還是不舒服 但檢討的時候 不舒服的人總是少數 那多數的人會覺得說 這個是我們在設計好更好的機制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大家不舒服是因為發現 我們這一套自動化的系統 他因為自動的運作 他排除了一些人 好比像說只有手機簡訊 而沒有email的人 假設啦 那這樣子的檢討 雖然大家當時真的氣氛滿低迷的 可是我們最後就寫出建議書 說那之後我們就要透過email 跟簡訊雙重認證 什麼去把越來越多人邀請進來之類 所以就像報酬軟體一樣 大家負能量到最後還是變成菜單 還是可以做出一菜 但是一開始為什麼沒有那麼的傳染力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生物多養性 所以不會有某個心靈的流感 一來就全部都三十公里 是 是 怎麼樣 我覺得 我問一個我想起有多問題 就是那個網路當進入這樣的一個 文關系統的時候 如果這樣一個比較 我想問一個比較概念性的問題 就是說它改變哪些 改變假設 或者改變哪些條件 就是我想好奇你這樣的條件改變 因為如果可以改變這種條件改變 比較能知道說這個東西進來之後 它會有那些文關系統是可以適用的 好 螢幕比機值 網際網路比起電話 或者是電視或者是網播 有很多不同 那我挑重要的幾個來講 一個是說在電視跟廣播的情況 一個人的想法很容易讓2300萬人知道 但是2300萬人的想法 沒有辦法讓一個人知道 它是單向的傳播 那有網際網路之後 你們一個人都是電視台 所以大家第一次可以 你不但可以聽2300萬人的意見 2300萬人可以聽彼此的意見 那第二件事情是說 它讓共同體的定義想像的改變 也許2300萬人中間 有一些人覺得 關心某個hashtag的人 不管他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 那個才是他的共同體 他只是碰巧住在台灣 但是他是處理軍事黨化 那個是他的主認同 我只是碰巧住在台灣 那這個人也開始越來越多了 對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消失了以前 因為地理的距離 所產生的不得不認同的 那種共同體的概念 現在是透過hashtag 來造成想像的共同體 這是第二 那第三個是說 以前你必須同時同地完成的事情 好比方公聽會 現在你可以在不同時不同地去完成它 不同時就像是你可以有一系列 網路上面的接續的討論 你看完上一場的直播的摘要之後 或者共同體之後 你進入下一階段的討論 上一場你根本就不在場 但是你還是可以好像你有在場一樣 進入這個討論程序 這是不同時 那剛才所講的 不管是直播VR所有這些基礎 它讓不同地的人 開始能夠有第一手的 相同的生命經驗 那其實不同是不同地 那這些是值大的 那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 在紙上面的折起來 畫線所有這些東西 它都是私人行動 簡單來講是你把紙上面的這個平衡報道 這個完整的都吸收之後 你作為一個就是知識的處理者 你再結合自己的生命經驗 再分享給別人 這是以前直張時代的知識教育方法 但現在螢幕不是這樣的 螢幕是蘊含這門動性 現在小孩看到螢幕你手指不能壞 他覺得螢幕壞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 螢幕蘊含了能動性 所以也許你根本才看到第一段 也許你才看到前兩把 也許你根本只看到標題跟縮圖 你就按分享 你根本還沒看完 也許沒有想看 未看見準 所以這個時候一個訊息 它的知識論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它可能對你來講 它還沒有造成知識 你還沒有進行跟它融合的一個動作 你就已經是它的傳播者 所以以前都是 先有草稿 再編輯 再發行 再傳播 現在是先傳播啊 先傳播完之後 大家再看啊 看了之後就是草稿啊 草稿大家就共同創作啊 最後才編輯啊 先發行才編輯啊 所以就是說 跟以前的知識路徑是相反的 對那這件事情是公務體系 現在我覺得台灣挑釋得非常好的 那當然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們前後幾位 新傳書局 我們前後幾位發言人 都有豐富的新媒體經驗 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那所以他們現在是把我們整個通訊架構 去跟新媒體 跟網路媒體進行的追接 但是在此之前 如果你習慣這本作業的話 這個不只是顛覆 這是逆轉 是你對知識傳播的相反 我們以為有問題是就是說 我們在對情報政委 對於下一代 下一波民主化的一種想法 那我想說 那我在 我帶一個問題就是 網路解的民主這件事情啊 覺得說在未來的民主化是大概什麼樣子 以及你絕對會有需要避開的危機嗎 嗯 從而接網路的特色就是你創新不需要問人同意 那這個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一套 就像剛剛講的 強烈的價值主張 你有一套世界觀 那這就是哲學的力量 光是靠著哲學 就可以產生出共同體 那這個在以前是沒有做的事情 對 以前哲學家要顯成網 才能去操共同體 那現在你靠著純粹哲學 就可以做到共同體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套哲學系統 你可以顯成成網 當你把公式演算法 中文從寫成真實法之後 這個人在哪裡我們也不知道啊 那他的哲學就造成共同體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這件事情反而 你說它是民主化嘛 每個人都可以製造自己的政體 到底算不算民主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我們以前民主講的是 同一個政體裡面 大家有共同的參與的能力 但現在是說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共同體 這個到底算不算民主嗎 學理上這樣有意思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網際網路的特色 就是說你可以圈一塊 你圈一塊之後 這個公司內部網路 合作社內部網路 NGO內部網路 它還是用網際網路協定 可是你在上面的那個秩序 你可以任意的去改造它 因為網際網路 對它沒有意見 對你的哲學沒有意見 它跟任何哲學是相容的 所以 好比像說剛才講到的 國家監控 這個社會上面的信用平等 這些東西 集權主義 所謂民主集中制 用華聽一點的話來講的話 那這樣子的東西 它也是可以透過網際網路的科技 去達到 本來在製造時 還沒有辦法達到的這個狀況 所以 可以說是 願望大概都可以成真的 這個 技術不是問題 但重點是你許什麼願望 那所以我覺得 它並沒有明確的 所謂的下一步 它沒有明確的下一步 就是 每一個對不同的組織方向的 想像的朋友 當它價值相近的時候 它就可以結合 結合的速度 比以前快很多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載具 它現在我就是穿在身上 北歐有些人直接植入皮下 它慢慢變成 人類處境的一部分 那以前還有說 人類處境跟工具 是截然而分嘛 那現在就是 同一個啦 那同一個之後 到底 你是因此變成 叫 extended intelligence 就是你的智慧 因此而延伸 擴展 還是就變成工具人 那這個是很難講的事情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從每一個 目前的政治體 大概 在網際網路 都可以讓它 往它 本來陷於物質的基礎 沒有辦法完全達成的部分 讓它更達成 多元的可以更多元 民主的可以更民主 自由的絕對可以更自由 反過來 也都可以跑得更快 所以 你說 這些是不是都是進步呢 你純粹從 絕對值的角度來看 大概都是進步 都有往前進 可是很多時候 做反向事情的 對 那我想要 整個問題是 我有想到一件事情 是像歐洲 已經很多是 連身份證都數位化 那連 我們要投票的話 他們也是不凡作業 不像台灣還有副有執掌的一些 就是 蓋票的動作 我想到台灣如果之後的 科技然後不像民主化 可以一部分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 整個數位化 電子投票在歐洲 並不是主流 那即使是艾莎尼亞 他可以在線上投票 那以我的理解 因為他沒有辦法判斷說 你投票所旁邊有沒有人 所以你最後還是可以去 實體的投票所蓋掉 你線上的投票 它是讓投票更方便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我們現在像參與士運算 這種選事不選人的 或者甚至他只是選 相對優先權而不是選人的 這個問題比較小 因為你比較不會一次做票之後 就完了 對不對 所以 以我的理解了 就是 我們現在透過自然品證 我們也是有電子身份 就是自然品證 能夠做的事情 並沒有比歐洲大部分的國家 要有得少 但是在選舉這件事情上面 你如果要變成選人 而不是選士 選士的話 現在 在接下來公投的連署 你也可以用電子連署 我們公共政策網路參與 早就 你都是用手機檢訊認證 就可以的事情 這個早就在走了 走走很快 事實上 但唯有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選總統 這種事情 如果你的開票的過程 沒有辦法像現在這個紙張 它在驗票的時候 你說我們運用科技 有啊 我們也許直播啊 各黨派的監票員 都會在那邊用手機直播啊 那這個 要舞弊真的很困難耶 說真的 就是說 它造成的這個責性的程度 是相當高的 因為我們的價值是責性嘛 是彼此信任嘛 所以我們運用科技去達到這個 但是如果你現在完全用密碼缺的方法來開票 那你就是要每一個政治參與者 不管它有政黨還是沒有政黨 他要有能夠看得懂 那個演算法的專家 他要有能夠把這個演算法 翻譯成它的選民 能夠理解的專家 這個就回到我們剛剛說 Uber 它的Polix的演算法 或它這個議程設定 我們有沒有可能讓每一個公民 都能夠發現到說 欸真的 它跟紙本開票一樣 或更值得信任 那在此之前 在我們達到這個點之前 就推行的話 是非常危險 那當然我並不反對愛沙尼亞那種做法 就是有一部分人 他已經相信了 他就先走了 那你沒有那麼相信的人 也許你就不要那麼先走 那或者是說 如果有一些時機需要 像一些原住民族朋友 他們可能工作居住的地點 其實不一定是他本來的就是故鄉 而且車程也比較久 那他有沒有可能在某個投開票所 投他家裡的那一張票 你開票的時候 等於你還是用紙本吧 但是你是可以遠距 所以說很多時候 大家提出技術的時候 不是為技術而提出在台灣 都是為了解決實際社會需求 那我們聽到了幾個 一個就是遠距嘛 這個是我想用紙本還是可以解決的 對那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對密碼學也是相當信任 覺得說他會比中選會顧的人而公正 但是這個我們也可以透過 直播開票這些方式來解決 就是說如果他有強烈的社會需求 我們總是找到一些技術解決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 人家這個 可能人口是台北市的一半的國家 用了某個東西 我們就要在更大的區域使用 但是如果有某些地方自治體 他想要先使用 iPhone聽這些東西 我們歡迎 而且會在國際上幫他們講 但是不是說 我們要強迫 生活經驗第一手經驗不一樣的 我們馬上就好 跟我們這邊談 我今天想到兩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在我長期都在數位科技 就是數位化 那其實台灣已經慢慢走向 尤其年輕時代 那你不覺得 這樣的當時會影響到台灣未來的 政黨環境 或是政黨的就是 大小的影響 你覺得會不會 然後或是你的判斷是什麼 然後第二問題是說 其實 因為中國跟我們的關係 就是一個很微妙的 那之前有報導是說 你有透過一個 沒有過那個磨研那個機械的方式 有一點類似像闖過那個概念 對,讓大家覺得哇,可以這樣子去 那你覺得我們跟中國 中國的關係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用你的專業去通過 就是你站在這台中央一級的 政黨 當然如果我們把它想成是 代理政治 一個實體的話 那它的命運跟代理政治 是利不可分的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在這個階段 我們還是有代理政治 所以政黨當然有它的角色 但是我也可以說 如果政黨它沒有辦法 像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在行政院這種 讓網路的政體 跟代理制的政體 有更好的彼此對接的話 那很明顯的就是 政黨它沒有辦法 擴大它的群眾基礎 這個是 玩我玩的 不用我來講 這應該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事情 對 那 但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 我看到的政治團體 甚至是 hashtag 就組成到的政治團體 現在的影響力 往往不輸政黨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說我們都是單一訴求 他也沒有覺得想要阻擋 對 但是你說他的號召力 動員能力 或者募款能力 甚至 不一定輸政黨 那像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他跟政黨 中間的這個進合關係 是非常有意思 這個是 所有在做這種 我們叫做New Power 或者是 這種Analysis 最喜歡的一個題目 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子 用這些All Power 他們想要用All Power的價值 但是運用New Power的手段 反過來講 有些New Power的價值 它是不是真的要用All Power的手段 才能夠爭取到一些空間 雙方有沒有一些互相交換 這個可能性 那在這個過程 是不是到最後就是說 這些New Power的價值 開放參與這些東西 它是真的能落實嗎 還是它在落實的過程裡面 變成只是說 它這些New Power的形式被保留了 但是是All Power把它收編過去 反過來也有可能 就是說 整個政黨脫胎換了 它就變成New Power價值的一個政黨 這兩個方向 我們在全世界都看到 而且它常常是同事發生 所以你也沒有說 哪邊贏過哪邊 這是維拿尼剛的問題 所以我想政黨政治就是 要跟任何 就是我們的中大型的NGO 是要面臨一樣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你的第二個問題 其實我們那次算是技術測試 其實我們也沒有發行文稿 我們之前之後 都用過非常多次這個技術 光是在聯合國這個場域 大概就四次以上 對 那所以那一次是因為 環境網路智力論壇 它是直播的 所以我大概沒有辦法阻止 記者發現這件事情 那發現之後 當然我沒有做一些新聞處理 但是 我不會覺得它是闖關 因為本來按照大會規則 你播錄影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錄影當然兩秒鐘前才錄的 但是還是錄影嘛 所以它的定性上面 它並不是跟聯大決議有所抵觸 那事實上北京方面的代表 也是瞭解這件事情 不然它要退出房間了 所以其實我想那一次 我覺得它當然得說一些話 不然回去很難交代 但是其實後來是有一個默契的 就是我們讓秘書處知道 幾天幾分要在哪裡這樣出現 那它就不出現了 就這樣 所以其實 其實尤其我們挑的 都是從永續發展目標的這種題目 所以我們貢獻多 他們貢獻相對少的這些題目 那他們來鬧也很奇怪嘛 因為我們明明就不是在講爭執嘛 不是在講永續發展目標 所以這種情況下 其實各國都是非常善意的 覺得說當然有十字三語很好 所以我想到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闖關了 就是不管是北京方面 還是其他的外交的就是友好國家方面 都是在這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這個方式其實在未來 像就在這兩天 那個Sophia對不對 才在這邊去展示說 如果說機器人他能夠呈現出 他真的有認真的跟你說話 和表情 你會更認真的跟他說話 對 那這個我們在VR裡面早就做到 因為VR比較容易 你不用那麼多的材料 但是就是說 這種透過遠端的技術 來凝聚大家的注意力 因為前一代的技術 像Skype 當然很不錯 感謝安莎尼亞的朋友們發明 Skype 但是他的二維的東西 你看就是覺得說 這就不是另外一個人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的解析度也不夠好 所以就會變成你腦補一些 細微的表情 那這個腦補 尤其如果你之前沒有見過他 大概都是 雖然很不穩 但大概都是錯的 就是心理學上就要投射了 所以就是說 這樣子的情況下 雖然想像的共同體 一下就組成 可是之後很容易畫面 因為都是你腦補進去的 所以就是說 這個狀況 我們現在透過像Sofia這種技術 或者是像4K8K的技術 像混合實境的電源成像的 這種技術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個 有一點一點一點組成的 但是還是有人有療情在這樣用的東西 這個技術進步的很快 尤其當5G域來臨之後 兩三年之內 那我們就比較有可能說 在這個沙發上面做的 有些就在這裡 有些就其實在別的地方 這樣 那在這種情況下 傳統的外交 其實那個場域 其實會大幅度的改變 因為你可以隨時把兩三個空間 套疊在一起 那這個是我自己 非常感興趣的研究題目 所以這也不只應用在外交上 任何政策的討論上 你要討論一個醫治的保存 你要討論一些這個 就是拆遷的一些案子 獨根的案子 大家就在VR裡面 到那個現場討論 先看嘛 那如果有什麼開發的方向 大家就到那個 想定的世界裡面去討論 那這個技術在兩三年之內 會慢慢去承受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外交 因為外交裡面 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你要能夠感受到 一個不同的文化的 第一手經驗 那這個我覺得 會改變許多外交的面貌 最後兩個問題 對 那我覺得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你看演算法的那個普及化 有這一點 那就是這其實就是我想問 就像最近跟黑鏡 這樣子就是說在科技普及化 都產生了一些問題 對 那就是這我有沒有看到就是 因為我剛剛就是想 開放跟多元不論如何 它都是在絕對紙上很前進 那可是它中間有沒有一些可能性 像剛才講的原算法的霸權 能存在就是東原算法才 是啊 然後這樣的危機就是 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滿好奇它到底有哪些 可能性的危機在這個國子裡面 對我想就是說 為什麼我剛剛一直強調 就是參與師的設計 因為設計它是一個過程 讓大家能夠凝聚到一些 共同的價值或共同的願景 你不經過這個設計過程 大家就各做各的 你不經過的話 並不保證到最後能夠收入回來 對 所以這種參與師的設計 尤其是 不只是讓AI更了解人類社會 人類社會更了解AI怎麼看我們 這種互相循環的這個過程 這個我想 有一個口號叫 Extended Intelligence 就是說 群眾智慧跟人工智慧 不要彼此抵銷 而是彼此加強 像這個Mozilla最近 不是在要大家錄 各種各樣從台灣這邊 講各種常見的 用詞的這種聲音嗎 去教機器嗎 那這個又接下來會變成 我們接下來 教各種不同台灣本土語言 的這樣一種教材教法 所以它一方面 讓群眾智慧更容易凝聚 但是又再加上 民眾智慧的發展 這樣子一種正循環 那這就是所謂 Extended Intelligence EI 就是延伸式的智慧 那所以這樣子的正循環 相應的一個危機 就是說 那AI造出來的時候 你不經過討論 你就強迫所有人使用 那或者是說 群眾智慧出現的時候 你不去想說 哪些技術 能夠增進彼此的了解 而是說 我就選定一種技術 那我就透過 一些民意的動員 我就強迫所有人去使用 那這樣子的話 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說 沒有經過充分討論的 反射性的 那都是報復性的 民意去要求使用技術 或者是技術的使用者 他不經過群眾的設計 就取得政治授權 就用在大家身上 那最後結果都是一樣的 就是大家 更沒有過目的的感覺 就變成領主跟 就是 非領主 所以這種關係 那就會封建化了 所以這當然是第一個題目 那第二個題目 我覺得也同樣重要 就是 所謂的數位的身份 裡面 特別對於資料的自主權 Data Agency 因為現在 我們現在慢慢的 會看到說 我如果自在歡迎你這邊 那是我們中間開始出現一種信任關係 我隨時要知道說 你有沒有勿用他 你把他拿去做什麼 這個充分告知 告知同意 我知道你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如果同意 我當然會願意把資料更新到最新的狀態 不然你永遠拿我五年前的消費行為 來送廣告給我 對不對 就是像這種情況下 盡量不要讓他在目的外 去違背大家的想法 去做利用 那這件事情 資料自主權這件事情 當然最近會GDP 不然又變得好 對 但是我想這個是台灣人 對於資料的一個 下意識的 就是會覺得說 它是自主權的展現 它不是可以以 國家公共利益為名 就可以去侵蝕的一種東西 所以我們對於隱私的想像 我覺得是 真的比較靠近歐洲的 這樣一種想像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還是要把握住 那這個我覺得也很重要 那當然除了 剛剛講 Extended Intelligence 跟Digital Identity Data Agency之外 第三個是說 我們對於考高分的這個執著 那這個我沒有辦法有同感 因為我就沒有念過高中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要考高分幹什麼 但是確實好像大家看到 像我們之前用Police尋求共識 有人看到說 我可以凝聚到85%的共識 結果有人想要競爭說 我可以提出一個想法 讓大家有90%的共識 之類的 就是考90分這個 那很重要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 我覺得當時 當然當時是用一種 有心話的方法 有效利用大家這種衝動 但是我覺得 當你跑到就已經長得不一樣的時候 你還要去算絕對值 然後去比較 這個比較已經喪失意了 就是說一個島 你去跟非洲大陸比較 就是澳洲 這是有什麼意義 對 那當然就是說 也許地球上也有人 同時自我認同 是大陸跟島嶼 就是澳洲嘛 但是我們不是澳洲 對 我們又不是澳洲 明明就不是 所以就硬要去跟 就是美洲大陸 澳洲大陸 然後這個就是 亞洲大陸去相比 根本沒有可理性 那硬去去絕對只要 然後相比 對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一些metric 我們量的這個東西 如何不是說像 因為現在大家真的都是看GDP 但是GDP就是一個 全部都壓在一尾的思考的東西 尤其當你生產自動化 AI出現的時候 你GDP愛衝多高衝多高 對 那北京方面已經證明了這件事情了 就是說 你只要運用恰當的統計技巧 你GDP可以 愛是什麼數字 就什麼數字 所以就是說 那這樣我們還要去比這個 那我們如果不比這個 我們有沒有可以量測別的東西 是你可以把力量凝聚的 而不是把力量拆開的 那當然現在已經有一些 新的就是縮影出現了 像OECD的這個美好生活 或者是快樂指數 或者是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率 這些 那當然這些 你說在一般人民的心中 有沒有購買力評價 或GDP那麼高 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第三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現在要量測一些別的東西 而且把這些別的東西 向你去發展目標的實踐 提到至少跟GDP一樣的位置 最後一個跟網路發展的關係是 鄭文覺得網路發展會強化 如果單一指標會更強化 不是我在講的是說 因為網路發展的關係 全世界受到氣候變成影響的人 他們是一個問題 用聯合國話來講是一個major group 那這個時候我們賦予這些指標 更多的意義 或者更多的關注 那我們就是在用網路的邏輯 去讓所有有共同利益的人 他的關係能夠更緊密 但是我們如果還是用 它是在哪一個jurisdiction裡面 在哪一個司法管轄區域裡面去做區分 那也許這個司法管轄區這麼大 裡面受到氣候變性影響的就這麼一點點 那他們的總統為什麼要跟他們講話 說不定不想跟他們講話 所以我們現在因為有網際網路 因為有共同處境共同生活經驗 共同看法的人 能夠組成一種跨jurisdiction的共同體 所以我覺得我們越多時間 花在這一類的指標 我們就越多的力量 能夠放在這種大家共同解決 社會問題 大家共同解決環境問題 的這種 黃金網路讓大家自願解決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我也當然就是 因為我anarchist 我當然希望說到最後全部都是這個 對大家有生事件可能看不到的 但是越多一點點我這個方向 對我就是 我覺得越高興 謝謝 最後一點就是 鄭偉的就是 鄭偉的就是 鄭偉的就是蠻個人的 就是個人的就是說 鄭偉你覺得你在執行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的個人的優勢 跟你覺得你的限制什麼 我猜你在講限制應該是很常講 可是我覺得你可能不太想看自己的優勢 但我覺得對於青年參選而言 去盤點自己的資源是蠻重要的這個事情 你知道鄭偉怎麼看待自己個人的優勢 我有一個優勢就是 我有先天性的先是中對學者 這個小時候有心臟病 然後我最早的記憶都是 出入醫院 不斷的做各種侵入選擇 然後醫生都是說 你要撐到很多開刀的時候 不然就不能開刀 然後我後來十二次開刀 我會看到之後身體變好了 但在此之前 任何激烈的情緒 任何激烈的運動 就臉色發紫 馬上就昏倒 那當然 一個人他的人格 包含社會人格 十二歲就發展差不多了 所以可以說是 我在人格發展的關鍵時次 我沒有經歷到劇烈的任何貢獻 沒有經歷到劇烈的情緒 劇烈的憤怒 劇烈的喜悅 劇烈的什麼東西 大概都沒有 沒有超過我心臟可以承載的程度 那 所以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優勢呢 因為 它讓我發展出 非常多自我調節的系統 就是 心跳只要到 可能一百上下 我自動就開始上呼吸 我根本沒有去想 對 那 或者是說腦力就開始 有各種叫做防禦機轉 就開始作用 那所以 因此就是 就算對方是 非常非常強烈的憤怒 非常強烈的忌妒 非常強烈的 堪稱赤脈一樣 你做政治工作都會碰到的 那 我可以同情到一個程度 就是大概心臟跳到 九十幾下的那個程度 但不會再過去 所以沒有辦法被 激烈的動員 所以 就是鬥爭技巧裡面 非常多對我不適合 因為我沒有辦法被 造成那麼大的壓力 就是體質啊 對 那當然 十二次開過道之後 我當然會去尋求一些 就是 相當高興的經驗 或者非常喜悅的經驗 那 但是 我看不出什麼原因 我要特別去經驗 雖然身體現在可以承受了 但是 就是說那個硬碟變大 你可以怪軟體 但是我看不出來 為什麼我要去怪那種 強烈的憤怒 或強烈的嫉妒 或強烈的腹響的 這種破壞性的體驗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沒有 我並沒有就是 恨一個人要殺掉他 我現在講這話 腦裡都覺得很恐怖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 任何低手經驗 所以 就是說這樣子造成了 在政治工作上的一個優勢 就是當我們在做 多方利益關係的模型的時候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 take all the signs 你要有能力去 為每一邊講話 但是如果你有強烈的 這種負面的 尤其是情緒 而某一邊有的時候 你就被他吸過去了 你在那個經驗之後 就很難保持一個 主持人的角色 他的對面 就是他所辨認成為敵人的那個人 你很難跑到那邊去幫他講話 這個是人類認知功能上的一個限定限制 叫矛定效應 對 但我就比較沒有這個 所以我很快就跑到對面跟幫他講 就是說 這種能夠take all the sides 我覺得在我做政治工作 尤其是 多方利益關係的模型 以前是一個一個去談嘛 現在是大家聚起來談嘛 那當然本來還說一個一個去談 就是說談到最後 我們有一個給大家都看到這種場面 那在這種場面上 我控場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就是因為我跟他某一個負面情緒相近 我就消失 我就消失 就被他take over的那個狀況 那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可以練的嘛 就是你不管是什麼情緒啊 還是什麼東西 應該有些練習的方法 但是我等於就是從剛出生就在練習 所以這個比較資深嘛 對 那在知識上 就是說一個是EQ的這樣子 知識上你覺得有超過常人的地方嗎 其實我覺得很明顯啊 但是 但是我覺得不像 在知識上面我覺得 我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我不受學門所影響 因為大家要選文理組那個時候 我就不在學校了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說 學習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學門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在做知識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在管他的 多於習近未邊嘛 就是需要的就輸到勇氣隨便走 對 那這樣子的 對 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 不一定都是好事 就是說 我會 跟專業社群的連結沒有那麼深 但是我很適合 讓不同的專業社群 可以搞懂自己在幹嘛 那但是就是媒體的角色 我才能講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也是take all the sides 碰到一個結構問題 我可以試著去看說 他從不同學門的角度看起來 有哪些問題 往往結構性問題之所以不能解決 就是因為你沒有一個coordinated action 就是每一個stateholder都說 好那募資到多少 我們這個東西就啟動 你沒有一個先募資再啟動 所以你先動的那個人要吸收全部的成本 那而且因為知識領域不同的關係 所以你還沒有辦法真的有效的吸收 別的知識領域的成本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造成各種 就是不利的這種情況 那我覺得我在知識論上面 我比較沒有任何 就是卡在某個特定的認識論裡面 那我記得我當時就是從國民中學 變成自學的時候 我是很有意識地去把分析哲學 當然主要威根斯坦 那是他前面後面也對 然後歐陸哲學 那歐陸裡面特別是達到彼此理解的 詮釋學 高達美男一派 那線上學這些 然後當然後來精神分析及其應用 那或者是說當然傳統的這邊 老樁啊或者是一些這種秘境啊 這些東西 就是說我處理這種方式 我不是拿哪一個當作體 覺得其他都是用 沒有這種感覺 這些都是體啊 然後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可以按照我正在處理的 這件事情的這個角度的不同 而去適應它後面的 分體論 認識論 方法論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大概什麼都可以瞎拍啦 那但是第二個就是說 我比較不會受到那個 認識論排除的那個東西的影響 因為很多專業的政治工作者 很多時候是因為他的專業 所以他覺得說原民應該要知道 這不是嘗試 對 但是沒有嘗試這件事情 對 就是在那個專業的基本訓練 不能說是嘗試 對 但是這件事情真的很困難 就是知識的詛咒 那但是你如果跟 足夠多的知識社群 尤其是哲學派系 相處之後 你會發現說 每一個在別人家裡面 都是就是 老百姓 就是 並沒有任何這個知識的拔權 就算你是這一套認識論的這個大師 你到另外一個認識論裡面 你就是還是要揚揚學諭 那這種不斷的有壓學諭的感覺 這個我非常熟悉 對 那就是到處亂入 人家的社群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一直可以保持一種 初學者的感覺 那只是我覺得 我只是想要說優勢 這當然是優勢 限制 限制 我覺得我會的外語不夠多 這是一個滿大的限制 但是現在好在有機器翻譯 有拐杖可以用 但是就是說 如果要講限制的話 我講三個比較大的好了 分別對應到我 入閣約法三章的這三個方法論 就是說當你不下命令 你也不接受命令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好處 你不會陷入建築政治 跟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對 那反過來講 就是說 它跟目前主流的 就是量化的效應 的這件事情 它是打對談的 你說真的 就是你每次問我量化效應是什麼 我就說 啊 問訣顯示 這個 哪些三百萬人裡面 有幾千五百萬人 來用我們的平台 用過之後 大概都覺得 對於公共政策更了解 所以這些東西 好 所以你們有量化數字 有啊 你們換算新台幣 沒有辦法 對於政府的公共政策 更了解 到底值多少新台幣 這個沒有人有算法 對 那所以 以前做很多公共政策 當你在做效應的時候 說量化效應的時候 大概至少可以換算成新台幣 但是我因為就是不接受命令 我不下命令 間接導致 我不進入那個量化成新台幣的 政策程序 反過來講 這就變成我在做的事情 大概沒有量化的新台幣效應 可以跟別人講 因為沒有 往上往下都沒有去接 因為這個跟 我們如果要講哲學的話 就是冰谷行人的那個 就是掠奪再分配的交換模式 完全跟它沒有關係 對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用掠奪再分配的語言 解釋 這是先天的先知 對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如果我看到的一切都可以公開 但是我不接觸國家機密 好像發給每個人一份VR眼鏡 戴上就知道正會長什麼樣子 正會辦公室的運作 它無形之中造成一個限制 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去進行傳統上面的 在政治網絡裡面的 所謂的利益交換 那我能夠運行的權力 都是Costell叫做Network Making Power 就是編制出一套網絡的力量 把現有的網絡透過某些協定 彼此對接的力量 這個我做得很好 我也在工作 但是你在現有的網絡裡面 跟現有的朋友在現有的資源裡面 用一種比較是零和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拉幫解開 彼此加強去佔地為王 這樣子的運作方式 因為我看到的一切都要公開 所以它沒有辦法 因為這種方式它是建立在資訊不對勁上的 先天跟這個就有網絡 所以在非零和的 在解決共同的發展目標的 特別在外交的 但是也是在各部會之前 有消費也像外交的這樣子的工作上 這一套都很寬容 但是當你是有限資源的 你要進行掠奪分配 然後要拉幫解派 造成在零和遊戲上面 就是比對方多佔一塊地 這種東西 我既無法參與 我甚至無法知道 想要這樣運作的人不快地找我說 誒 唐鳳你做一個主次卡 這大概沒有辦法 對 所以這個我就沒有辦法參與 好 但是你也不能否認 很多政治是建立在這種東西上的 對 那所以我連深度了解都沒有 這確實是一個限制 對 我只有學理上的了解 那第三個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那以及整個辦公室 就是一個分散式的團隊 那當然造成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們大概沒有傳統上那種 特別是運動員的團體 或者是軍隊 有的那種 因為共同的敵人 而有的那種相信力 PILIS是沒有相信力 大概也沒有理性力 但是就各自搞各自的 然後碰巧投緣了就一起做個專案 那不投緣就去做別的專案 拘靈力就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 迷你的拘靈力帶進來 那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你沒有共同敵人 共同敵人可能是 剛才講的這些東西 就是污染啊 氣候變遷啊 民主推潮啊 但是那不是人嘛 那就是這個挑戰嘛 不利情勢嘛 大家共同迎接挑戰 到這個程度沒有問題 可是你沒有辦法有假想敵 沒有辦法有共同敵人的時候 在團體動力上面 大部分的領導技術是不適用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說 現在出現一件事情 大家就是要共同打倒這個萬惡的什麼東西 所以所有人拋下手邊的一切 然後急行軍重逢 這個為了什麼理念什麼什麼 複腸導火萬辭不辭 這個PILIS絕對沒有複腸導火 這四個字啦 大家都準時下班 這個六點鐘 六點鐘還不下班就很奇怪 然後七點就亮黑燈了 然後 對啊 就是事實上是這樣嘛 沒有人給我在這邊加班到十點 我自己都不會加班到十點 我也是六七點就走了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 我可以講很多好處 比如說大家的家庭相後 可能都比較美滿之類的 但是 但是他真的沒有 就是大家 辨認共同敵人重逢的那種東西 機型軍那種 在PILIS根本沒有辦法發生 所以這是一個限制 如果有時候有一些場景 需要這種東西 大概就不會讓別人想做 但是應該大家還是以目標導向的 就是共同的目標 共和價值 共和價值 但是他們走的方式不會是一樣的 就每個人用他自己的取勁 然後加在一起把它做出來 或做不出來然後開個健康的 嗯 了解 嗯 下一個人來看 剛剛有問那個點 青年參政 五正衛 對青年參政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 青年參政有什麼樣的建議 因為我同時也是青年十五正衛 那 要了解到就是說 在數位時代 那青年是上一個時代 就是我啦 上上個時代 上上上個時代 在想當 我也是移民 我是二、三歲才移民 那各位青年都是原住民 就是Dish The Metiff 對 那 那所以 嗯 第一個就是 嗯 如果你覺得網路上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 那對不起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就是你做的 因為我們這些老的大概 要靠你們來帶來 這是一件事 價值設定的工作 真的要靠數位原住民來做 我們這些都是移民 移民 待了足夠久 當然有些風險 但是但是畢竟不如原住民 這個是要承認的地方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嗯 當社會大部分都是數位原住民的時候 這個應該再過五年十年就是這樣子 可能也不會有數位占偉 也許我們留一個類比占偉 但是其他都是為了 對 這個是很快就會發生的 對 就像當時 這個祝英佛號 當時還叫祝英字母 設計出來的時候是為了識字律 現在很少有一個專門的機關在做識字律 現在也很少有一個專門機關在做 就是當時大家都覺得這個這麼大的範圍 到底要怎麼樣普及的 讓大家有共同的什麼什麼 公民儀式啊 民權初步啊 這種東西嘛 那現在我們看起來可能已經覺得說 那都舊時代的科技了 但是當時都是嶄新的科技 所以就是說 每一個青年他的時代的嶄新的科技 到他中年的時候 那就是他習以為常的東西 對 所以重點並不是最新的技術 重點還是你要在社會上面 帶到什麼方向 達到什麼共同價值 解決什麼共同的社會活環境問題 因為人是靠這個來彼此認識 人不是靠單一的技術來彼此認識 你過度認同你的擁有的技術 就是工具員 到下個世代來的時候 你就會在失落 因為你的工具就沒有人用 對 但如果你認同的是某種價值 那新的技術來的時候 很好 我少做一件事 這個價值又更容易發生 我就專注在共好上 就是專注在 跟其他有類似價值的人 一起發事情做更好上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價值的調整 尤其是不要特別往工具員 往技能去做認同 我覺得任何時代都適用 但是青年用起來特別方便 因為比較沒有經歷過 當時那種就是非常 就是教育作為職業培訓所的那種想法 那現在尤其辛克康明年上路 這一切都塞掉了 就是自發吳東風好 以蘇洋為一位本教育 這樣 謝謝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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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他一樣的尊重 好 沒問題 謝謝任務